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到 男主在齐格附近的森林里遭遇守护林子的黑皮被子袭击 男主送走爱事的冒险者三人组 又捂住蜘蛛娘铃的嘴巴用自己的血满足她的饥渴 爽够了 淡定下来的铃三下两下就制服黑皮 这两个一个叫阿库亚 一个叫亚丽丝 男主吐槽 你这名字加起来好像运动饮料 小客我想说 人肃情的两大女神 到你这儿怎么全变成黑皮了 为了解释情况 男主让他俩带路 来到村落里见长老 四个老大爷说话还要玩四人接力 长老介绍 他们是守护森林的森鬼 虽然看上去很像 但他们才不是暗精灵呢 所谓暗精灵就是追求魔术 抛弃精灵家户的一族 其实 森鬼和妖精都一样 只是三观不同 老头死不承认 可组长儿子倒是很激进 上来就巴拉巴拉低死老爸 什么改个名字就想隐藏事实啊 如今保护森林的龙之邪界弱化 咱不能再偷偷摸摸过日子了 男主表明自己是个商人 到这里是购买药材来的 作为道歉 森鬼们请男主参加晚宴 然后 阿库亚和爱丽丝想向男主引荐他们的老师 能教出你俩这一个暴躁 一个电波 该是什么样的老师 男主一脸嫌弃不想见 然后这个叫蒙德的老师直接踢破墙 进来就握住男主的手不放 还一边叫 真好 整整持续了32秒 七点零 来了个天猪 把他踢出老远 咱才和少主握了31秒 这臭不要脸的无赖 居然比我还多了一秒 罪该万死啊 然后这大叔被踢翻 居然还鬼笑起来 果然 是个变态吧 一个组长儿子 一个变态老师 男主觉得这俩大叔实在可疑 让林好好侦查一番 蜘蛛娘一边刺探 一边想着最近 又渴望被男主推倒 又觉得如果男主纯粹拿他发泄 又有点寂寞 他也无法理解这感情 自从变成人身 总是纠结这个那个 林先是发现变态老师 他明明下了杀手 居然没事 原来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另一边 用蛛丝听到 族长儿子与人谈话 原来这话早就和魔族勾结 和他对话的 貌似就是来调查 男主行踪的女魔将 再然后 果然这村子的结界 是巴以前张开的 于是男主让林毁亚空 把巴叫来 之后晚宴开始 男主发现了惊艳 惊骇的一幕 附身在变态老师上的老骨头 跑出来掐死了族长儿子 男主凭借二次元的造诣 一眼看出这骨头 是为了探求知识与魔术的奥秘 而不当人 成了不死之身 骨头大叫斯巴拉西 越发对男主感兴趣 男主表示 我只是个人类 骨头一听 什么 人类 那不是被称为 人族祖先的 古代种吗 这伙想拿僧鬼做人质 用张气 吞噬附身男主 男主表示很抱歉 异常状态 对咱不管用 骨头直接无语 男主来了一句 简单粗暴的咒语 黑暗 如我所愿 尽情吞噬 这骨头差点被男主摩力啃末 正好这时 巴赶到 随后把奄奄一息的骨头扔到亚空 让林好好看管 这边 巴认出了族长老头 就是当年求他不结界的小子 可老头有眼不识泰山 没认出巴 被他大骂痴呆 老头赶紧让众人下跪 长老们 你一句 我一句 说男主多么多么危险 本来想在宴会上 趁男主不被处以激刑 谁想到 突然冒出个可怕的骨头 却被男主压制 得知巴是男主的仆人 老家伙 全部昏倒 第二天 考虑僧鬼们 死命谢罪 男主大人不计小人过 摆鸿门燕谋害他的事就算了 不过还是拒绝 让僧鬼全部铸刀亚空 而是做了人数限制 还要通过他面试 主要是男主 忌讳僧鬼们 会用什么 树形 一旦发动 对象就会变成树 过去好多 擅自入侵森林的人 都被他们变成了树 被变成树的人 最初十几年还要知觉 会感到疼痛 渐渐失去意识 不过这招法 原本早就失传 不知为啥 变态老师蒙德 突然反祖 觉醒了树形的力量 最关键 这玩意 没法解咒 男主尝试了剑的能力 都不管用 看到眼前的树 都是活生生被剥夺自由 自我了断都做不到 再也遍不回来 男主不禁心寒 介于树形实在威信 在找到解咒方法之前 男主不想弄到亚空里 巴想把他们锻炼成 忍者军团的计划 暂时泡汤了 目前部分僧鬼 正在亚空三关 之后会安排面试 也正因此 给了被扔进亚空的 三个冒险者 有机可乘 那仨伙觉得被家出门招待 是奇耻大辱 又误以为 男主放火想烧死他们 想把男主和亚人一伙的事 全给爆料 让男主信誉扫地 然后财宝 食料 一样不宁少 趁着其他人忙着招呼僧鬼 潜入了他们所谓的宝物库 殊不知 那里其实是废弃物仓库 而这时的男主 正和后宫们一起审问被抓的骨头 这骨头早已经不记得生前叫啥 男主对他还是挺客气 这货潜伏在僧鬼村里 貌似是为了僧鬼的能力 竖刑 正是因为被这后附身 蒙德才觉醒了竖刑 骨头的最终目的是研究出成为格兰特的方法 格兰特是凌驾于人族的上尾虫 之前男主说自己是人类 这骨头还有点不相信 确实 男主的父母都是异世界出身的人族 不过男主在肉体强度上 基本和人类无异 臭女神也管他叫人类 所以男主才敢直言自己是人类 骨头听说男主见过女神 登场无语 接着他又向男主解说当下局势 魔王军要发动战争 那个女魔将接近僧魔 也是想拿他们补充战力 早先在荒野安插的五名魔族 图魔收服某个种族 谁知那五人突然失踪 对象种族整个村长消失不见了 女魔将还想拉拢骨头入伙 不过人家骨头不干 在谈到男主如何将他瞬间制服时 男主表示他就是用暗属性的魔力 吃掉了你的魔力 骨头一听 你这用法也太奢侈了 百名用一万块买了一块钱的东西啊 骨头大受打击插脸暴走 可男主却夸他魔术造诣高深 还向他讨几本魔导书 学习学习 骨头表示 你这是在讽刺咱吗 明明男主发动魔法异常神速 男主一听 爱马桑给他的术士 原来这么牛叉吗 明明只有短短的一张纸而已 骨头吐槽 你这什么劲端的直骗啊 男主表示有这么夸张 明明没啥大不了的 一旁大龙女忍不住喷饭 巴建议男主说什么几本书 把他整个人收下算了 男主让他别胡闹 巴却说包在他身上 原来他貌似早看出 这骨头的真正目的 是想穿越世界 而且误以为那什么格兰特 拥有穿越的能力 巴口中的事实却是 格兰特只不过是 偶然窥见别的世界 就觉得自己牛叉 把自己吹上天 这个世界的人族 擅自穿越世界的话 必然灰飞燕灭 唯一例外 就是有女神许可 即便如此 成功率也不到一成 骨头彻底绝望 巴却说他走大运了 遇到了男主 向他打包票 只要和男主签订 主仆协约 包你有朝一日 实现愿望 不过问题是 上尉龙的八 和灾海蜘蛛的灵 尚且被男主支配 以他的实力 别说主仆了 搞不好 直接变狗粮 被吸干了 还好巴想出个开后门 做假的办法 让男主用戒 将自己弱化 然后拿出 被男主充满电的 13枚戒指 让骨头全戴上 还让林做法 伪装骨头 有更多魔力 骨头问男主 你真想和我那什么 做主仆吗 男主表示 这么健康的好骨头 我看好你的 然后写约完毕 好骨头变成了 帅气的长发裸男 男主戒指的魔力 将他强化 就当众人以为 一切搞定 悲剧突然发生了 屋外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察觉不妙的八 当场额头飘雪倒下 男主让林和爱马照看八 自己带着骨头 去看究竟 新人骨头 意外地擅长回复魔法 男主虽然不会 回复魔法 可以发动戒 增强回复范围和功效 然而现场一片惨壮 小猪女娃娃大哭 空气中弥漫着男主的魔力 灵的卷足 半只猪人北斗 被炸得血肉模糊 身体逐渐失去温度的感觉 让男主想起了小时候 遇到小猫被车撞了 姐姐和妹妹娃娃大哭 男主却摸着尸体 不解为啥变凉 动不了了 妈妈告诉他 小猫已经死了 就在这时 骨头报告说 其他伤者暂时没事了 目前最严重的是北斗 得知北斗还活着 男主启动双重治愈用的剑 拼死将他抢救回来 然而男主接着发现在爆炸的中心地 有过打开雾门的痕迹 那是之前他出入七个小巷子的地方 男主察觉到门的那一头 其中一个冒险者的气息 同时巴的分身 以及负责照顾那三人的猪头青年 外加剩下的两个冒险者 各自的意识都扩散到了周围 意味着已经凶多吉少 男主不敢相信这一切 突然不知道是谁的记忆充斥脑里 什么恶心 低能 下等 不断谩骂鄙视男主和亚人们 劝他们是废弃的武器 好心当成驴肝肺 口口声声 人足至上 才有资格使用 然后不小心引爆了男主 储魔力的戒指 迷你八和猪头青年 被牵连便当了 最后祸首死了两个 最后一个 当初想勾引男主的女冒险者 从意外打开的雾门 逃回了七个 没等这后高兴多久 突然周围大物弥漫 男主出现在他面前 看到男主真面貌 大骂男主丑八怪 男主自嘲 自己还是没看透 这个世界的人族 大家都清楚 亚人招待人族意味啥 就他没高懂 觉得自己真滑稽 听不懂男主话的女人 继续出言不逊 威胁男主不想被曝光 快放他走 此刻 男主真心觉得 当时在林子就该杀了他们 女人不自量力 向男主拔剑 男主拿出牺牲了 猪头青年的短剑 回想当初给他疗伤 回想迷你疤的笑容 然后挥手砍掉了对方手臂 横哭求饶 男主无动于衷 一刀割破对方的喉咙 想到第一次 自己的意识下杀人 突然眼泪夺眶而出 男主不解 这是咋了 是第一次杀人 还是因为死了伙伴 突然再次想起小时候 看到小猫死了 始终一脸木讷 如今他貌似明白 在原本的世界里 此时流泪 这才对的 男主顿时 嚎啕动哭了起来 事件的第二天 在亚空举行了追悼仪式 又过了几周 为了防止悲剧再发生 男主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 盛气楼都市 让林的卷族扮演人族 降低冒险者的戒备 用高墙将盛气楼都市 和居住区隔离 避免居民和冒险者见面 又派有实力的住民 招待并监视来访者 对于废弃物品 其实烧且处理 不能马上处理的 严加保管 这次帮了大忙的 新丛者骨头 男主给他取名叫 石 知识的石 之后男主又去慰问 牺牲猪头青年的家属和基友 并向他们谢罪 然而基友表示 俺们早做好 为少主献身的觉悟 希望男主不要这样 男主表示 以后不再个别谢罪 但这次 还是希望能够 接受他的道歉 基友表示 既然这样 请不要谢罪 而是犒劳他吧 男主点头 衷心感谢牺牲的青年 谢谢你 保护了亚空 事件就这么告一段落 但还有很多事 等着男主应对 比如 接纳训练僧鬼 被选中的僧鬼 分成了三组 进行地狱般的训练 蒙德感觉 他们面对的智比人族和魔族 都要恐怖的对手 最要命的 训练中 火石只有营养剂 艾丽丝受不了 随便抓起 一又黄又长的 不知道有没有毒的东东 大笑 我吃了死算了 然后他哭了 简直是金黄色的奇迹 阿库亚也表示 这么好吃 死了也值 虽然确保了食材 不过 还是被巴的秘密武器 狠狠修理 呃 修炼一通 什么是秘密武器 这么牙白 其实就是分身二代目 这次的分身 使用了男主的魔力戒指 实力远超以前 男主给他正式取名叫 小巴 因为是男主 和巴魔力的产物 巴直言 小家伙 就是他和男主的娃 还怂恿小巴 叫爸爸 贝林当场执政 经过两周的训练 僧鬼们脱胎换骨 作为奖赏 小巴给了他们一车香蕉 僧鬼们呢 叫一个感动 边吃边叫 没有香蕉 都活不下去了 就这样 在香蕉的魅力下 僧鬼们成了忠实的手下 不愧是你 大龙女 关于男主 收服骨头从者 以及黑皮妹子 以及亚空遭遇的一场灾祸 基本就想到这里 接下来男主的店铺 也将走上正轨 男主将要前往 中立的学院都市 然而更大的麻烦 已经悄然而至 具体详情 敬请期待后续内容 如果这次内容 对你了解这部作品 多少有点帮助 还请劳烦点个赞 有任何看法或意见 欢迎留言探讨 这次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小克会为你带来 更多的番剧资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PV